大家好,上一回我们一起认识了魔鬼的三个试探 今天我们要看看耶稣融进耶路撒冷 耶稣公开的进入耶路撒冷 也是耶稣要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在教会的礼仪当中,圣之主日我们有两个部分 礼仪里面前面的部分是耶稣如何进入耶路撒冷 然后后面的部分是耶稣的苦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同样的一般人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欢迎他 在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们说要钉死他 这也反映了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很多的人都好像他们一样 他们想欢迎一个他们想要的君王 但是到头来,他们发现这个耶稣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 我们认识这个耶稣吗? 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稠密的 当时在以色列时代的时候 耶稣时代的时候,是一个首都 是非常复杂的城市 就好像今天的大城市一样 汇集了很多的不同的人 里面有政治的人物 里面有宗教中心 他也是商业中心 他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 里面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耶路撒冷一样 非常的复杂 我们内心也包含了某个层面 在我们生活里面 我们有信仰的部分 我们也有工作、现实、商业 我们有我们的学业 我们有我们家庭的部分 在今天 耶稣要进入我们这个非常复杂的生命里面 他要进入我们的耶路撒冷 我们每一个人对耶稣的期望和期待 都很不一样 就好像当时的人 我们有些人希望耶稣能够 在我们的事业上帮助我们 我们有时候希望耶稣 可以在我们的学业上帮助我们 我们有些人甚至希望耶稣 能够为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 但是耶稣他想要在我们生命所做的 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来看看 耶稣如何进入以色列的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 它有城墙 如果有去过以色列、朝圣的人都知道 在这个旧城区有一道城墙 我们会去观赏 去参观这个 耶稣要进入的这一道墙 但是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 不只是一道墙 里面还有好几个城门 就好像我们的生命 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的防卫 在上一回 在魔鬼的三个试探里面 那三个试探 我能做什么 我能拥有多少 然后别人如何看我 就因为这三种诱惑 我们不断的自我塑造一个虚假的形象 虚假的存在感 我们为自己建造一座又一座的城 那个城墙、围墙 天主就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这些高而大的城墙 防止了 也拒绝了天主的切入 耶稣到底能不能进入我们这道墙 是看看我们愿不愿意 把我们的城门开给他 耶路撒冷的人 在那个时候欢迎了耶稣 因为他们认为耶稣 能够在他们的民族可以做出一些的改变 能够改变他们被罗马人统治的命运 他们希望耶稣能够进入耶路撒冷 去驱逐所有的罗马人 而改变他们的民族命运 我们有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希望耶稣来为我们做一些事情 我们信耶稣也是因为我们个人的期望 我们个人的目的 但是我们还不明了 不真正了解天主要在我们生命做的是什么 耶稣当他进入耶路撒冷 他就马上去到了圣殿 我们可以在《马斗福音》第21章第10节那边看到 耶稣在圣殿那边他看到了很多人 很多不洁的行为 他们在欺骗 他们在经商 在天主的圣殿那边 污浊了天主的圣地 耶稣就很气的 拿一条边来把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 当耶稣要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耶稣进入了我们的耶路撒冷 他第一个就是要去到我们的圣殿 保禄说 我们就是圣神的宫殿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主的圣殿 当耶稣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 他就要到我们的圣殿里去洁净 去驱赶那些不属于他的东西 当我们的在生命里面的这些 私欲偏情 我们的骄傲 我们的嫉妒 我们的自私 我们的贪婪 耶稣都要一一的去让我们看到 他要我们去触碰 让我们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他 他要医治我们 他要洁净我们 圣殿里面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庭院 然后圣所 还有自圣所 正如保禄所说的 我们是天主的宫殿 我们的生命也有这三个部分 St.Thomas Aquinas说 我们的生命有三个部分 灵 魂 跟体 我们身体的部分就是我们最外面的 看得到的 就好像圣殿的庭院 我们的魂就是那个圣所 然后灵就是那个自圣所 当耶稣 要到圣殿里面洁净 他就要洁净我们的灵魂体 三个部分 完全的被洁净 他要冲破 我们的假的 这个虚伪的自我形象 最外面的 那些我能做什么 我能拥有什么 和别人如何看我的部分 然后还要直破到进去 我们内心最深的部分 他要进入我们的自圣所 我们的灵的部分 以色列的大司祭 每一年都会进入这个自圣所 只有大司祭才可以进去 大司祭会拿着羊的血 羔羊的血 这牺牲羔羊的血 去到这个自圣所里面 做祭仙 然后呢 就把这个血 洒在那个月柜上面 耶稣基督 在这个 即将要来临的 玉月奥集里面 耶稣 他又是大司祭 他又是羔羊 当他进到我们的 灵里面的时候 我们的自圣所 他要用他自己的血 这个大司祭 要用自己的血 在这个月柜里面 就是我们心 因为这个月 天主已经刻在 我们的心板上 我们的月柜 就是天主的话 天主的心约 要把它写在 我们的心板上 耶稣要用他的血 在那边 洁净 我们的灵 好让我们的灵 能够朝拜他 耶稣说 时候要到 我们不在这座山 也不在耶路撒冷 朝拜他 我们要以真理 以心神 去朝拜他 这个心神 就是我们的灵 真理 就是我们 完全 没有虚假 没有这些假的 自我形象 完全的 最真的 用我们最深的 一部分 去迎接耶稣 让耶稣成为 我们的救主 在那边 他成为我们的 大司祭和羔羊 让我们赎罪 弟兄姐妹 让我们紧握着 这一次的 这个 这个 欲傲集 一个特别的 欲傲集 我们要与家人 与我们的 最亲的人 一起去 进入这个圣州 让耶稣 进入我们 每一道墙 让我们 能够 把这一些 一层一层的防卫 一层一层的 虚伪 打开 让耶稣 进入到 我们的圣殿里面 做洁净 让他 进入到 我们的圣殿里面 做医治 让他 医治我们的 生命 我们的灵魂 在此 我希望大家 有一个愉快的 圣州 接下去 我还会再 录制几个视频 一同 让我们 经验 这丰富 而 充满恩典的 欲越奥集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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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